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美娜 所以我想说我很感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司 让我有这个机会在新加坡的荧幕上 就是这个Seminar的会议上 然后做我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新加坡做分享的时候 是2018年4月份 那时候是分享爱多美的市场计划 那么距离现在应该是两年多了 基本上2020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年 我们整整整七八个月都在家里度过 幸好感恩我们是经营爱多美的一分子 所以这场疫情也让我们看到 爱多美真的是值得我们投资时间去努力的 那么声音清楚画面清楚 那么我就要分享 今天美娜将要分享美娜 在爱多美的一些小小故事 在我开始分享之前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不太记得美娜是谁 甚至也有可能没有人认识美娜 那么在开始之前就要做短短的自我介绍 我是美娜星光大师 也是皇家领袖俱乐部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青山非常靠近新加坡 那么我的娘家是在笨针 大家知道笨针盛产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很多新加坡朋友在疫情之前都常常 每个周末会去笨针买什么东西 这里有人去过笨针吗 笨针出名云吞面 再来呢就是笨针的海鲜是非常的新鲜 还有呢就是笨针也盛产 很会生孩子的女人 所以呢美娜来自一个渔村笨针 然后也是五个孩子的妈妈 主持人你可以让我可以share screen吗 因为我想给大家看一看我的 CVT没有去过 不过有吃过本地的云吞面 笨针的云吞面是很出名的 叫番茄面甜甜的 然后我们那边的海鲜也是非常出名的 非常新鲜的 每个周末都会有很多新加坡人 去我们那边买鱼买虾回去加坡的 我现在要share我的screen 今天的状况 大家看到荧幕吗 看到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已经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五个孩子的妈妈 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 其实我想说 我自从21岁结婚之后 美娜就只是厉害雇孩子和雇老公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OK 所以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21岁之后 就是focus 就是付我的老公孩子 所以也没有什么社交圈子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什么人脉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 OK 我就连出去外面打包食物 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 我总觉得我说的话没有人听得到 这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因为小时候自己长得非常不漂亮 所以总觉得很自卑 所以我在外面打包食物 我都不敢跟人说话 因为我缺乏自信 OK 然后我也是很感恩 因为我老公很厉害 我选到一颗宝石 把我给娶回家了 OK 这样很多人就讲五个孩子 你怎么有时间去创业 我想说 我除了不还找 其实我老公就是我家里的一个经济支付 OK 所以呢 我看到我这个学生真的是非常好 他虽然学历不高 可是他非常的努力 一直为我和为这个家 去努力赚钱养活我们一家人 随着老公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就发现 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危机感 因为我老公呢 他是靠劳力赚钱的 所以我发现他年纪越大 无论他做了多久 但是收入不会随着他的年龄 和他的付出而增加 所以有一次就是他发生了一次 那个磨夺的意外 我更加的意识到 一个家庭不能只是单靠我的学生赚钱 靠我们是有五个孩子的家庭 所以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创业 我想要帮我老公 减轻他的家庭上的开销 但是作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如果想要创业 我第一个考量就是 我的孩子有没有人照顾 那么呢 我的老公肯不肯 让我去外面做工或者创业 其实我说我是要帮他减轻他的那些开销和压力 所以呢我最后我就想说 我要做一些可以不影响家庭的事业 当我决定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就考虑了许多平台 但我肯定不会选择去打工了 因为打工的话我就照顾不到我的孩子和家庭 这样我都说了嘛 我二十一岁就结婚 没有什么人脉 那么一个家庭主妇 要怎样子去创业 OK 我给大家看一看美娜做家庭主妇的样子 OK 那时候应该是怀孕了 大家看一看 像长成这个样子的阿姨 大家觉得她可以成功吗 如果今天你去找伙伴分享爱多美 她是长成这个线条一的样子的阿姨 大家会觉得她会成为皇家领袖俱乐部 成为星光大师吗 所以呢一个没有人脉 OK 然后没有能力也没有学历的一个阿姨 为了减轻另一半的那个生活压力 所以呢就选择了去创业 我常常听一些伟人说 一些老师他们常说 越努力越幸运 所以我在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像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如果要改变我就必须很努力 所以我常听人家说越努力越幸运 这样子只要我得到一个机会 我绝对会付出比人家多 为的就是我想要成功 OK 那么我就找了许多 可以兼顾家庭的事业来发展 那么呢我第一个就是做了保险经济 那么做保险经济呢 也为什么选择做保险经济 因为不需要打卡上班 最主要就是可以通过我的努力 去创造最大的收获 OK 那么我真的是非常努力 跟我的伙伴们 OK 然后就去花园啊 派传单啊 结果给口罪 做了大概三到六个月 基本上我只卖了一单好单 那么就是卖给我自己的孩子 然后其实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做保险 后来呢我看到人家做房地产 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跑去做房地产 那么那时候我是在shopping mall里面 站着的 就是做那种陌生市场 派buyer啊 然后看一看谁能够成为我的buyer OK 所以呢我基本上 那时候我刚好 我的先生有请了女佣 所以我的时间就比较宽松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勤了 我可以穿着高跟鞋 站在购物中心整整十个小时 OK 自己给车费 给parking费 唯一的就是要取得一个订单 唯一的就是我想要成功 大家猜一猜 我连续整整一个月没有休息 就在那个购物 购物层里面 站了一个月 大家猜一猜我有卖到产业吗 坦白说我一间都没有卖到 站到我的脚我都扶出青根 OK 最后一位孩子生病 需要妈妈照顾我 没办法 我就放弃了我的替产 替产的那个agent 然后后来呢 我就收身养性 乖乖在家 我觉得 maybe 我这个anti 是不适合创业的 就在机缘场合之下 我看到在大概五年前 我看到网络非常盛行 我们叫做网卖 也就是所谓的微商 那么我看中这一点 是为什么 因为本钱小小 我看到很多微商很多网卖家 从小小的本钱也赚了很多钱 又可以做宝 又可以付孩子 又可以创业 又可以赚钱帮老公 于是我就选择了投入一个网卖事业 那个是一个漫步不停的平台 说真的 我很感恩就是在我的网卖事业里面的上家 我们叫上家 他很用心的教导我和我的妹妹 所以短短一年的时间 我的团队呢 从我和我妹妹两个人 最后呢我的团队去到400人 OK 400人团队里面只有两个人是我跟我妹妹是认识的 剩下的都是通过网络去找到的 所以我们通过很努力的去学习 很努力的去做分享 很努力的做网络营销 短短一年的时间呢 我的团队呢也发展的非常不错 而且进货额额额可以达到六位数码币 但是我那时候也觉得自己看起来像是成功了 之后呢就发生一点事情 我发现原来看似老板娘的我 但是却没有真正获得财富自由 当我决定放弃我的网卖事业的时候 我发现我投入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网卖事业 当我喊停的那一刻呢 基本上我先前一年付出的东西呢 全部就是在前面的一个位置啦 那时候他叫我去听的时候 基本上喔 我都不想去听 因为什么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直销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能力 因为我觉得做直销的人都非常厉害 对不对 ok 所以呢 然后我看到那个分享的老师 分享的非常好 尤其是牙膏牙刷 然后最后呢 我听到他的价格喔 我深深的被吸引 ok 那个老师倒是说得非常好 我说我要买 老师说我只能卖你一set ok 就是一个牙膏一个牙刷 但是呢 我说老师我想要直接买30set可以吗 老师就说他把他仅有的都卖给我啦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那天啊 把那个牙膏牙刷买回家之后 其实我有点后悔 因为我觉得我太冲动了 为什么买了这么多 所以我拿回去架的时候 我看了那个产品 牙膏牙刷 我看了很久 我在想我要怎样卖出去 而且我没有做网卖了 ok 我只是有代理啦 就是那些代理还有一个群 但是呢 我就告诉我自己 嗯 我觉得啦 我们做人是要有良心的 东西喔 如果不是自己用过觉得好的话啦 就不能分享出去 于是我就自己拿来试一试那个牙膏牙刷 说真的 我用了粥呢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嗯 甜甜的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 美娜的牙龈流血问题 十多年 竟然用了爱豆米的牙膏牙刷 一个星期喔 完全解决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可以用 于是我有了信心 ok 我就把这个牙膏牙刷 发去我的代理群 我告诉他们 我最近我用了这个韩国牌子的牙膏牙刷 ok 我用了一个星期 我的牙 牙龈不再流血了 你们有兴趣买吗 重点就是喔 它的价格不贵 当我放这个信息 去到我的群里面的时候 反应非常热烈 为什么 因为马费十块钱就一套牙膏牙刷 最重要就是他们听到了美娜的见证 所以呢 我那一群代理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牙膏牙刷 买完了 买完了我就觉得我完成任务了 我也没有想太多了 ok 那么那我就觉得卖完了这样就结束了 我把我手上的货清空了 但是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我把我手上的牙膏牙刷卖出去以后 一个星期 竟然卖出去喔 那些跟我买的代理 他们会联络我说 美娜 那边你介绍我的牙膏还有吗 我要买还有吗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以前我做网卖的时候 我是必须不断的找顾客 跟进顾客 ok 问他们要不要买这个注销 那个注销 但是爱多美的产品喔 基本上喔 我发现我这样介绍出去一次 他们用了之后 用完会自己找我说他要买 所以当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就发现 诶 这是一个市场 因为我介绍一次 他们用完会自己回来跟我购物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被钱追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于是我就想要投入这个事业啦 但是想要投入有这么简单吗 我刚才就说了嘛 我分享给我的代理们 那么他们会之后自动的找我 说要回购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爱多美事业有市场 但是一个家庭主妇喔 要怎样子去做直销喔 说真的 我当初喔 看到这个是市场 但是想要真正去跟人家说跟人家做的时候 我一直跨不出去 所以呢 我也是很感恩喔 我的推荐人喔 他连续喔 八个月不断的跟进喔 每个月来就跟我讲好消息 爱多美要开啦 其实我等了一次一次喔 那个蜘蛛网啊 都长到整身了 都没有看到爱多美要开的 ok 但是呢 也因为他的不断的跟进啊 最后因为我的 学生的那个生意啦 就是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应该没有路可以走了 所以我就经营爱多美喔 那么我去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说真的 我不觉得啦 我比人家幸运 但是我真的有比人家努力 基本上呢 我要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尽量喔 去尝试 我家里用的产品 我都换成爱多美 我每用一个产品 我都感觉到 那个产品的品质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 在我身上 我发挥非常大的功效 以前我做中国护肤品的时候呢 我其实喔 一直偷偷去 外面买其他牌子产品 因为我想要让我的脸 看起来更亮 再人家就认为我卖的品牌 让我的皮肤变到更好 但是今天喔 在荧幕上 大家看我的皮肤还ok吗 以前我皮肤啊 是非常的暗 非常的黑 但是用了爱多美产品 真的大大的改善 我的饭也浅了很多 那么呢 我就不断的用产品以外 我就是让自己的一个外在改变 然后我也在网络上分享 我以前啊 在我经营爱多美之前呢 我早上去巴萨买菜 我就是绑起一个头发 穿着短度喔 就去巴萨了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在巴萨的美娜呢 就是在 早市啊 就在巴萨的美娜呢 就是一个很大神的样子 很大神的样子 自从经营爱多美以后 你因为皮肤变好了喔 然后呢 所以我 知道喔 我一定要让人家主动的问我 所以我就会开始 早上化一点妆啊 淡淡的glow base啊 防晒 把我的外表喔 整理好 所以呢 我进爱多美之后 我去巴萨买菜喔 我都是有打扮的 所以当我在买菜的时候呢 人家说 哇你最近好像不一样啦 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好 这样有人这样问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我的机会来了 其实不是我要讲 是因为她要问 我妈妈说 做人要有礼貌 所以呢 当她问我的时候呢 我就回应她 就这样子可以开启了 我的爱多美的话题啦 ok 除此以外喔 我在网络上的分享呢 我也是非常的情历 ok 就这样子喔 我慢慢建立了我的组织 只要呢 有人告诉我 那边有人想要了解爱多美 我就会过去 无论是在马六甲啊 芙蓉啊 甚至是KL 我一个人我都过去 我也在不同的地方 做过home party 就好像在这个照片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我自己用产品以外 我去人家的店里啊 我也做home party 我在篮球场 也可以做home party 一边做home party 流着汗 我也一样做 再来去到药材店 在他的counter 收银台那边啊 收银柜那边非常的窄 我一个人我去 我也是做home party 因为什么 我相信呢 爱多美的产品喔 只要我们有去说 只要我们有给人家试到 在之后呢 给他们看到效果 再听到价格 基本上喔 我们不需要很厉害讲 他只要试了之后 他听到价格 他一定会自己说 他想要成为会员 他想要购买 所以喔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有人想要听爱多美 我都会去分享 然后我甚至呢 连陌生待发喔 我都会喔 尝试说爱多美 我就说一说前两天 我跟我的先生呢 就去吃鸡饭 我看到那个阿姨的妈妈一直在 阿姨的儿子一直在帮他按摩肩膀 所以我就说 我在还钱的时候 我就跟阿姨说 阿姨你的儿子真的很孝顺喔 你看还会在你的身边帮你做生意 还会帮你按摩 然后我就在跟他聊天过程 就谈到现在喔 肺炎 行情很不好等等 然后我就觉得 你这样做的话 你没听过爱多美的那个精油贴布吗 他贴之后啊 可以帮你减轻这样子的一个疼痛 所以基本上喔 我只要有机会啦 我都会跟人家分享爱多美喔 只要有呼吸眼神对到 我们就要讲爱多美 所以当我们的量喔 做得越多的时候啊 我发现啊 越讲就越自然 OK 而且呢 越讲喔 就越有信心 其实我想说喔 不是我厉害讲 而是因为我讲死很多人 我曾经被很多人拒绝 一经过不断的一个演练喔 现在喔 是基本上 可能脸皮也磨厚了 脸皮厚了 给人家拒绝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爱多美事业 比较通畅无阻的话 基本上你就要不断的去讲 而且是大量的讲 OK 然后再来呢 就是速度 当你掌握了怎样去分享喔 你做的量够多的时候呢 你就要越快越好 OK 所以呢 当你的速度加上量够多的时候呢 基本上喔 我们本身的先天条件喔 没有能力 没有人卖都不要紧 因为呢 情能补着喔 情能补着 所以喔 大家 现在来到一个 肺炎时期喔 我们从线下 变成线上 也许很多人喔 都没有办法 适应这样的一个新常态 但是呢 我觉得喔 其实喔 来到线上也是好的 因为什么 时间自由 又不需要塞车 只要有手机啊 我们都可以在线上学习 对不对 所以当我做了很多会员 我找了很多会员之后喔 我就在想喔 他们常常说喔 有 没 有闲没钱的日子不好过 就是 没有 有钱没闲 对 没 没钱有闲 就是说没有钱 但是 日子不好过啦 像如果喔 有钱喔 没有时间 我也觉得这样的日子 不是我要的 像我来看爱多美呢 我希望的就是 得到一个被公司的收入 因为我希望 我在爱多美的度处 都是可以累积的 我追求的是一个 非凡自由的人生 也就是说 我渴望得到的就是 有钱又有闲的日子 所以我做了很多 公司之后 我也开始复制我领袖 可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喔 我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忙 好像越来越忙 然后呢 感恩喔 之后呢 就是 爱多美喔 进入马来西亚之后 就有了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我才发现喔 爱多美成功系统非常好 因为无论去到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受用 即使美娜 不会说印度 你都不要紧 只要我有下线在印度 他们只需要去我们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在印度 他们都可以很好的学习 这也就是做到一个 能够很好的复制 以及有倍增的效果 ok 这样 如果啦 你本身不是很厉害讲 又或者你才刚刚开始爱多美 还没有能力去影响人的时候呢 更要懂得 借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那么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 不断的邀约 ok 就像我的推荐人不断邀约我去 公司 不断的跟进我 你只需要不断的邀约他来我们的成功系统 因为呢 公司会准备最好的讲师 那么我们只是把人叫来 然后他耳朵是不会关的 对不对 那么呢 他听到老师的分享之后呢 只要一次 他被影响 你就是正式启动了你的爱多美的经营者 所以我也希望 线上的伙伴们 大家一定要珍惜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ok 想尽办法 把人 叫来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那么呢 就可以借力使力 不费力 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四年前 爱多美开业前我们拍的照片 ok 大家找得到哪一个是美娜吗 可以说一说哪一个是美娜吗 穿什么衣服的 这个是美娜 大家看一看 四年前的美娜头发这么乱 四年后的美娜 都可以成为星光大师 这样为什么我现在收这张照片给大家看 我是要给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照片里面 就是爱多美马来西亚开业前 我们做的一场会议 ok 这个照片里面呢 有一位皇冠领袖俱乐部 皇冠领袖俱乐部 ok 然后呢 有三位皇家领袖俱乐部 有两位领袖俱乐部 剩下的基本上都有玫瑰大师 还有自动型销售大师 在这张图片里面的人 在四年前做对了一个选择 努力到现在 所有人都少少都有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成功的就是皇冠领袖俱乐部 所以这也代表 努力四年成功的几率是100% 所以今天的你 会不会是四年前的我们呢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回应 ok 这样我要说的就是 在这个图片里面 大家都在四年的时间 走向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也在爱多美走向更高的级别 这样我想说 在这个图片里面 美娜是一个人去参加的 没有其他的伙伴 在这个图片里面 所以那时候的我也是从一个人开始 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去影响人 去发展爱多美组织 所以在线上的伙伴们 如果你在爱多美出奇的时候 你感觉孤单感觉害怕 甚至觉得你是自己一个人的都不要紧 因为要成功的人呢 他都必须先上路 他上了成功之路 一路通往成功的路上呢 才会遇到他的同行者 所以即使你是一个人不用害怕 因为有我们一群人会陪着你 公司的系统 公司的职员 以及你即将遇到的你的伙伴 所以在马来西亚开的时候 开之前我用了大概六个月 去经营一份没有收入的爱多美 那时候很多人说我空了 甚至有人问我 你赚了多少钱 感觉你像无日无夜的在做爱多美 然后你是什么身份 说真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马来西亚爱多美 只是开始了 但是在我们知道说 2016年11月开始的时候 我说真的 你妹都掉下来 感觉自己怀态很久的爱多美孩子要生出来了 所以在马来西亚爱多美开业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晋级为钻石大师 ok 在那时候也很多人晋级了 所以大家也给大家看看哪一个是美娜 ok 这个是美娜 也是非常的渺小 也是和大家一样 也是从无道有非常的频繁 所以我也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布置 也是不断的去这公司的系统 那时候我很羡慕 站在台上的人 大家知道 因为我觉得站在台上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可是我这个阿姨 只厉害做空派对 你叫我拿麦克风 应该会发抖 但是我相信 只要努力在对的平台 爱多美都会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所以在2017年整整一年之后 我晋级成为了玫瑰大师 所以我也从我们的海外经理那边拿过我的 travel ticket 以及现金 这样我想讲的就是 也因为这一张旅游券 旅游券 我拿到了多一张对不对 我就把这一张旅游券 大家猜猜我把旅游券送给谁 我送给了我的老公 ok 我的老公呢 在我进爱多美出去 他其实你们都可以看到 他是没有参与的 他都是没有参与的 我都是一个人的 所以有时候我去外面做了home party 我都坚持我要回家 有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看到老公坐在客厅脸黑 我也不懂我能说什么 因为毕竟一个女人跑到三更半夜 我没有过夜 但是我都坚持回来 因为我不希望她担心 其实我更害怕就是她叫我不要做爱多美 ok 但是我也理解了 因为她担心一个太太 所以我也尽量我赶回来家里 所以当我看到老公那张脸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赚很多钱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说什么 我只能乖乖 ok 乖乖啊 所以当我成为玫瑰大师的时候 我就直接的把这个机票 送给了我的老公 所以我就邀请他一起去我们的寄州岛之旅 好彩啊 美娜也做这个动作 当我把这个机票跟老公一起去了寄州岛旅游之后 我的老公呢也看懂爱多美 ok 然后呢也跟我一起经营爱多美 所以我是很感恩啊 因为至少在我家远处的时候啊 我都有一个司机陪同 不过说真的 一个男人哦 要放下尊严 跟老婆一起跑爱多美市场 真的不容易 不过有机会 大家可以叫我的先生Alan 分享给大家听一听他的故事 ok 所以呢当我的老公陪我一起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哦 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我在2019年的1月份 我们夫妻两晋级为领袖俱乐部 ok 然后 在2019年的4月份 我们夫妻两晋级为星光大师 所以我发现哦 两夫妻啊 本来啊 是从 同床异梦啦 ok 然后到最后呢 拥有共同的梦想哦 共同的梦想 我们一起经营爱多美的过程 当然有时候也是会斗斗嘴的 不过没有办法 做同一份事也是 这边吵了架 斗嘴一下 转一个头 哎 不要跟他说话了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非常感恩爱多美就是 因为呢 他可以不分年龄 不分能力 也不需要你任何的经验 只要你很努力哦 你都可以在这边哦生存 所以我老公虽然是比较迟啊 一起跑动 但是呢 在这两年的时间 这一年多啦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一年多 他也真的变到非常的有自信 也非常厉害哦 这样我也是要讲的就是哦 通常呢 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呢 因为每个人的学历啊 或者我们去社会上工作 背景不同 基本上很少一家人呢 可以一起在一家公司工作 我除了影响我的老公 我可以一起发展 加速了我的爱多美事业成功速度 再来就是呢 我有两个姐姐哦 在也是在爱多美一起经营着的 一个是啊 两个都是玫瑰大师的 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因为爱多美的改变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呢 只要我们不计较啊 然后也不在意自己过去 然后选择爱多美一起去努力哦 无论你是什么背景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哦 你都可以在爱多美共事 所以呢 我除了老公 我还有两个姐姐一起在爱多美努力着 他们都是自动赚事哦 这样我要讲的就是啊 美娜家哦 美娜家哦 我的妈妈生了九个兄弟姐妹 所以我影响了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嘛 这样哦 如果再影响其他六个啊 大家会不会紧张 所以如果哦 大家看好爱多美要快快哦 坚持努力去做 不然等一下market给美娜做完了啊 ok 在2020年哦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呢 我们晋级为皇家领袖俱乐部哦 就是拿到我的这个PIN啊 所以当我听到金经理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说真的 我的眼泪不自觉的流 因为什么当初我在经营爱多美的初期哦 我被好朋友拒绝 我被人家看不起 甚至抱着那种满怀开心的去分享 都给人家一句一句话说回来 所以当我听到金经理打电话认同我的身份的时候 我总觉得啦 我在过去几年受的委屈啊 都是值得的 因为他就是为了要成就现在更美好的自己 那么呢 我也是要说哦 爱多美真的很棒 因为呢 我的老公啊 本来从看到陌生人不说话 ok 然后也在这一年多哦 融入我们的整个系统 那天那在台上表扬的时候 我发现了 我那个很内向的老公 他说话的能力啊 在台上说话能力 比我还厉害 ok 我是一个很爱讲的人 结果我的老公 我从一个不敢拿麦的人上到台上 都能够很好表达自己 所以呢 是爱多美改变了我一个很内向的老公 当然我知道他现在有在线上听着我的分享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呢 我们夫妻俩真的 我常常我们都会在说 如果不是爱多美 我们何德何能 不大会读书也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何德何能受到人家的尊重 我们何德何能呢 获得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所以呢 就是因为爱多美提供了我们一个改变人生的舞台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这样我想问一问大家 在线上的大家 有谁的孩子 比我少的 应该都很多对不对 有谁是生超过五个孩子的 有的话给我一个1 ok 如果你的孩子生比我少的话 请给我一个2 其实我看不到你们的comment 但是不要紧 我相信呢 多数应该都是比我少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比美娜少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时间肯定比我多 ok 其实呢 时间是可以自己安排的 像我五个孩子 我都因为我看懂了爱多美 而坚持的去努力 所以从一个家庭主妇 这样子的家庭主妇 在四年的时间 转变成为现在的一个皇家领袖俱乐部成员 只因为我当初做对了选择 就是选择经营爱多美 也因为我选对了平台 我的付出呢 是获得累积的 在经营爱多美的这个过程 我发现 我只要懂得借爱多美成功系统的力 我越做就是越轻松 早期在经营爱多美过程 有人说真的也是一把也没一把皮皮 而且很辛苦 ok 在进入自动型销售大师 自动型钻石大师 到最后自动型玫瑰大师的一个过程呢 我发现我做的东西不只是可以累积 而且是每一年倍增 但是我的工作量呢 却可以越做越轻松 以前是忙着跑市场跑业绩 但是现在美闹基本上就是 跟人家都在谈论 愿景啊 跟伙伴们在检讨啊 基本上我做的东西都非常轻松 可是收入却是每年100%的增长 像我想问一下线上的朋友们 你们想不想努力一个三年 然后每一年给你100%的收入增长 然后让你越做越轻松 收获越来越大 然后在你的个人成长上 得到更大的度过 基本上就是努力三年 然后每一年给你倍增的一个收获 如果要的话 请给我一个1 如果不要的话 那么我就是白讲了 我看到很多的回应都是1 对 所以因为我们的人生呢 只有一次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是往前走 是不能回头的 像如果努力一阵子 辛苦一阵子 可以让你轻松一辈子 那就是爱多明 所以我们经营爱多明呢 简单来说就是 选对平台做对事 就能够让我们 辛苦一阵子 幸福一辈子 那么呢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把时间交回去给我们的主持人 Rachel 好的 谢谢我们星光大师美娜 谢谢你的精彩演讲 那除了今天我们成功注录的分享之外呢 当然还有我们的Q&A的环节 那我们已经抽取了三道题目 我们星光大师 您准备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吗 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问第一题 第一题是 有会员问 那您身为五个孩子的妈妈 那您是如何兼顾家庭与爱多美的呢 那一开始您是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经营爱多美的 说真的那时候我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一样是负责我的五个孩子 这样我应该要怎样从我原有的时间 抽出时间来经营爱多美 我就必须比我的孩子早起生一个小时 比我的孩子持续叫一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我必须在他们早起之前把该做的家务做好 然后呢我在他们睡觉以后呢 我就会准备那些要讲课 讲产品或者读产品的资料 所以我会在我孩子睡着以后 我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就牺牲了我睡眠的时间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有在外面跑home party 如果跑home party那不是每天的 我只会选择在周末 所以早起我老公虽然不支持不反对啦 但是周末本来是家庭日对不对 我就会跟他讲我要出去几个小时 我会提早告诉他 然后再帮我带一下孩子 所以我会把我老婆的角色扮演好 把妈妈角色扮演好 再不影响家庭啊 家务啊孩子老公的情况之下 我去发展我的事业 因为我不希望说 为了一份事业而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去安排我的时间的 好谢谢美娜 那第二大问题是 经营爱多美都必须要先花钱买产品 先体验看看产品嘛 那请问如果经济有困难的伙伴呢 如何要开启这个事业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如果是牙膏完了我去买爱多美 因为至少没有爱多美 我都是要购物的 我都是要消费的 我只是换过来爱多美 有些时候我们从一个便宜的品牌啊 换来爱多美的时候有些人会说 那个目录好像比普通的牌子贵 其实以前的我也会这么想 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发现 其实它的浓缩度啊 算起来比普通的便宜 所以没必你不需要一次买多多 但是你可以慢慢的转换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 我刚才有说嘛我说很巴苦 对不对 其实你看到那些照片 基本上啦 里面很多都是盒子而已 没有产品的 我就是带几样我要demo的产品牙膏 然后我用了四件组 我在用我自己用 我就再去做sample 所以呢我会跟我的upline 跟我的推荐人讨盒子 现在的美娜也有收集空盒子习惯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人是在经济条件 不是很好收来进爱多美 所以需要很多的 就是上线的关怀 所以我会准备一件空盒子 就是让他们就是在做home party的时候呢 那个场景啊 看起来比较壮大 所以我很多都是空盒子的 ok 然后基本上爱多美没有让我而外花钱 然后我在慢慢 就是爱多美马来西亚开业之后 我就成为了自动型销售发师 那时候就有收入了嘛 所以有收入的话呢 基本上哦 我还是养成一个习惯了 我就会把我的对凤奖金去尝试买一些 可能我本来没有用的 因为什么 我觉得我试了之后 我就会很会去分享 这样子了 好 了解了 那 对就是如果我们的新光大师所言 先把家里刚刚很像我们的洗手液啊 洗碗机 我们用完的慢慢一个一个换 不用一次到完全不都换成我们爱多美产品哦 慢慢体验下我们产品 就会发现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其实是很好的 好 那第三题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哦 当我们业绩不理想的时候 您是如何激励我们的会员和伙伴的呢 请用三句话来激励大家 哇 用三句话 这个也是相当讨我 因为我读书不高哦 不过我想说 无论业绩不理想 业绩不理想 基本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 OK 当我们业绩不理想的时候 先自己问自己两个问题 OK 是不是自己努力不够 还是方法不对 自问自己 你一天有没有跟三个人分享爱多美 如果你连续分享了两个星期啊 每个三个人啊 都说爱多美 都没有人支持你 都没有人愿意加入你 那么肯定就是方法不对 那么你就要找成功的推荐人哦 去问一问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想要方法改一改你就会 你又这么努力你会看成绩 所以我想说哦 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新伙伴 你们在看这爱多美不晓得可不可以做哦 像我想说哦 当你业绩不理想的时候 请你坚持努力 OK 因为呢 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 你想要摆脱现在不喜欢的生活啦 你只有坚持努力的去做出改变 我们不可能用旧的自己去换一个新的未来 OK 值得拥有的东西呢 那永远来之不易啊 所以 你遇到了一个对的平台的时候 请坚持努力